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 真实还是炒作! 陈都灵直播突袭侯明浩,巴掌事件持续发酵。 侯明浩直播被陈都灵突袭赏巴掌。 网友热议不断,直播现场状况频发。 最近,侯明浩凭借一人之下和少年白马醉春风暴红, 这次他与陈都灵合,做出演的古装奇幻剧《大梦归离》正在热播。 然而,在照露丝的《珠连玉目》, 于书馨的《永夜星河》等竞争作品强势上线的压力下, 两位主演不得不在直播中紧急加码宣传。 不料竟在直播过程中爆出突袭赏巴掌的名场面, 引起网友的激烈讨论。 赏巴掌现场,陈都灵出手太快, 侯明浩反应不及。 在这场宣传直播中,原本只是一次普通的互动环节, 陈都灵被粉丝要求即兴演艺剧中, 一段赏巴掌的名场面。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他竟毫无预兆地给了侯明浩一记耳光。 速度之快,让侯明浩根本来不及反应, 满脸错愕。 而他则一脸淡定。 仿佛刚才的行为只是平常的演技展示。 这一幕瞬间在社交平台掀起轩然大波。 直播画面也随即在网上风转。 侯明浩的粉丝纷纷表示心疼爱豆, 认为陈都灵的行为太过分了。 然而,也有网友认为, 这只是宣传剧集的手段之一, 仔细观看的话可以发现, 他并未真的打到侯明浩。 只是假戏真作来制造话题而已。 关于这一事件的争议持续发酵, 让许多网友好奇不已。 大梦归离剧情, 三角恋情扣人心弦, 男主女主情深义重。 大梦归离的故事背景, 设置在人妖共存的奇幻世界里, 讲述了顶级妖兽赵远舟。 侯明浩是与神女文霄、 陈都灵世之间的感情纠葛, 两人缔结血气, 相互守护。 赵远舟原本是个行走四方, 无所畏惧的角色, 但自从遇到文霄后, 便甘愿被他收服, 一路追随。 与此同时, 文霄的青梅竹马卓一臣、 田家瑞士对此关系极为不满, 三角恋的复杂氛围 让故事增添了不少张力。 剧中角色的情感纠缠, 也让这部国产剧充满了戏剧性, 吸引了无数观众的关注。 再度直播出状况, 陈都灵之性形象受损。 陈都灵在大梦归离的宣传直播中, 出招不止一次, 除这次的巴掌事件外。 他此前的一次直播也因意外情况而备受关注。 一次直播中, 他在调整麦克风时, 镜头外突然传来工作人员的激烈争吵声, 他不得不中断直播处理。 随即传来有人气愤的吼道 你别在镜头里播, 烦死我了你这一天等话语, 气氛瞬间凝固。 这一系列意外事件, 使他的知性美女形象蒙上阴影, 有不少网友开始质疑他的应变能力和专业素养。 陈都灵, 侯明浩是否因炒作而直播互动失控? 直播扇巴掌事件的背后, 到底是一次刻意的宣传炒作, 还是不经意的突发状况? 侯明浩的粉丝认为即便是为了戏剧效果, 陈都灵的动作也有些越界。 然而, 部分网友持宽容态度, 认为这只是二人应观众要求的配合表现。 陈都灵和侯明浩的意外互对确实吸引了大量观众关注, 也为大梦归离带来了新的热度。 这场直播互动的意外情节不仅掀起了网友的热烈讨论, 也为大梦归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 直播中的意外, 演员的迅速调整与应变能力, 不禁让人感叹明星直播翻车的偶然与必然。 随着剧集播出日益临近高潮, 演员们还会带来什么惊喜? 各路网友纷纷关注, 期待后续发展。